天王劉德華來到小劇團開唱引發轟動 只是演唱的歌當中包含了中國人這首歌 讓民進黨政策會執行長王毅川發文質疑 說這設計非常中國 還說這根本很像是在對岸的演唱會 再加上先前因為颱風來襲言其與否 民進黨立委王定宇也炮轟 劉德華是媚共藝人來台灣選演 再度變成了政治攻防 劇榮不僅在天翱翔 天王劉德華小劇團演唱會經典歌曲連發 只是其中高唱這首中國人卻再度引發一論 民進黨政策會執行長王毅川 社群貼出演唱會片段 直言這首歌根本沒聽過 還大算舞台設計非常非常中國 質疑這難道是在對岸辦得演唱會嗎 但大批網友卻不買單 瘋狂留言回嗆 畢竟颱風來襲時 原定週四的演唱會 沒在第一時間延期 才剛被民進黨立委王定宇攻擊 還直接稱呼劉德華為媚共藝人 應該早一天決策 因為決策太慢 會讓有些人在路上 有些人已經到現場了 讓粉絲曝顯 這個不太好 至於劉德華他要媚共不媚共 那他們國家的事情我們尊重 澄清帖文重點是注重公共安全 但這話似乎變得保守 難道是因為自家人也挺不下去 劉德華先生清查並沒有傷害台灣的言論 所以我們還是依照 激進的程序來同意 陸委會認證沒有親中 尊重依法申請的演藝活動 就連歌迷也希望回歸音樂本身 不必要的東西不用太在意 對歌迷來說就是能欣賞到自己 喜歡的演藝人員 然後可以好好享受當下 來台巡演卻速度被升級為 政治工法話題 恐怕也是劉德華 事料未及 解台北綜合報導 德華先生清帽 彼室